你回頭來看 去年中美貿易戰其實是很濕碎的 甚至乎中美貿易戰某種程度上其實是在幫助經濟 因為我記得當時有採訪過東莞那些玩具廠 很搞笑的 那個年輕人 三十多歲 跟我們差不多 他就是做生產玩具 他就說 哎呀 美國人不斷加我們稅 我們這些玩具又不可以加價 因為美國人買不來玩具玩具 飛機啊 Barbie 什麼的 我想唯有想辦法 材料怎麼可以省這裡 省這裡 省這裡 你收我多了10%稅 我在這裡省了15%的成本 打個五波 依然都是可以原先的價錢賣給你 他就做些什麼 給小朋友做實驗的那些演微鏡 天文網演鏡 大家也不想省一些 反而如果這樣看 中美貿易戰加那些關稅 可能刺激了一個 我不知道創新 還是省 偷工減料 偷工減料 技術革新 可以用更加低的成本去生產 那些問題 我之前說的 現在不是問題 現在是美國的家庭失業了 它賣不起你 Barbie 賣不起你玩具車 賣不起你的演微鏡 所以那個工廠都是很混蛋的 就算你怎樣天才 那個演微鏡都是沒有人買你的 你可以這樣說 外貿佔到中國的GDP大概10% 那這10%的GDP就可能剩下2% 3% 那6% 7%都可能就沒有了 直接就斬了 之前李克強谷的那個來稅 現在是不是在這裡 剛才說到那個來稅 其實我早兩天跟我以前的老闆談過 他跟我舉了兩個個案 一個案就是賣些什麼東西 忘記了 但是另外一個朋友在天河那裡就開餐廳 那你也知道 其實港西開餐廳 你排隊是正常的 那他就說 現在就不知道沒得排隊 就不知道要保持多遠的距離 然後你的上座率不夠 你的上座率不夠 他就會虧 所以大家都不會出去吃飯 其實餐廳現在是受到重創的 但是中國是沒有像澳洲說不讓你開 只是給你take away的 給你是來堂食的 但你沒有說幾米呢 1.5米 還是幾米 簡直就是兩張桌之間隔多久 隔多遠 然後每張桌只有坐多少個人 會有這些限制的 有這些restriction 他說你加了這些限制上去之後 其實每一間餐廳 它的翻桌率其實下降了 你原先說每個小時是100張桌 你做100張桌的生意 那你現在其實可能一個小時 你只可以做到四、五十張桌的生意 那我原先做100張桌的生意的話 可能我盈利的那個freshhold的話 可能是80張桌 你現在剩下40張桌的話 我就要虧錢 而且你也知道中國做生意的話 其實它成本最高的部分 它不在人力 就是人的話我可以斬的 就要這些公仔 是不是吧 打起來了 一半的服務員我不要了 是不是吧 桌數少了 我整個效率又降低了 那你就可能兩班左右 是不是吧 今天A班上班 明天B班上班 可能服務員都是這樣 你的人力開支其實你可以想辦法斬得下來 但是你的店舖是斬不了的 還有AIA對你的剝削會因此而減少 還有食材 食材的話 其實你做多少生意 你買多少貨 其實它這個是和你的生意的總量連帶波動的 它不會像我的店舖 我的人力 我的水電和AIA特別的錢 這些是每個人都放在那裡 你做多少生意都放在那裡 這不是你固定的成本來的 它不是受眾的成本 我聽說做飲食的就叫做4-3-2-1 就是踢球的陣營 四成是組金 三成是水電煤加工資 兩成是食材的成本 一成是利潤 就是你買叉燒飯10元 它有一斤雞利潤 我覺得就未必了 當然你也是前提就是 你剛才說我們做多少生意才有這個東西 就是以前的做法 以前的計算方法 你差生意的一半就無論如何你都餵不住了 他生意肯定不止這一半 他現在生意可能剩下3-4成 2-3成 你說跌剩2-3成 是很可憐 這就沒有意思了 就撿去算了 他講了兩個case 一個case就是 他做防從用品的同學 那些原料是德國的 沒有了 現在就來不了了 已經無法做生意了 因為現在整個全球的供應中斷了 他老婆呢 我以前到小的老婆呢 是做對外商務的 就是幫人教簽證啊 這些之類的東西 現在全世界都 全世界都沒有人會給你簽證 所以你就沒有了 接著 他就說一個天堂做餐飲的朋友 說已經是虧到仆街了 他說之前呢 他有一個去吃飯的地方 他說星期三晚上去的 吃飯時間去的 是空的 以前就是滿的了 廣州的食肆 一到你媽媽七點鐘 你每天都要排隊 哪有不用排隊 要不就要排隊 要不就要找很期待 你等很期待才 你幹嘛你過來 這張桌子偏少少 就把你放進去 不用拍他那些都做不久了 是啊 基本上都是這樣 他就說他用一個空溜溜來的 空溜溜的話 就當你兩成的上載 你想一下一個餐廳兩成的 你就在哪裡玩到 你說的都不算什麼了 因為在澳洲 我做的那個領域 我知道是更加大的問題 它不是只是說 舖子沒有生意 因為澳洲就更加極端了 政府不讓你開張做生意 是啊 你這樣做的話 坦白說 就算是讓你開張做生意 也都是廣州的兩成 一成的上作率 是一樣都玩不下去 但玩不下去 這不是問題 這些普通的小店 或者連鎖店 什麼都好 他把它撿下去 接著商場的擁有者 一半以上我們來講 是退休基金 接著他退休基金的市值會大跌 接著老爺就沒有退休金 老爺沒有退休金 他叫Bruity Princess 之前你記不記得 澳洲不是很多政策 說是幫那些人 幾個Billion 幾個Billion 那些人就說 你很多政策出來 但好像死得最多人的那幫人 是沒有一個政策幫他 沒有東西給老爺 他計算過一條數 就是給那些人 比你更好 以後又要給他這麼多醫療 這麼多退休金 唉 到來讓他們早些上天 你這樣說不行的 我們都會有一回路的 政府都肯定想 唉 你這幫犀人 這麼犀人容易出事 一出事 這麼犀人才好 一日到醫院 每天你有一筆幾千元 幾千元 以你這幫犀人 實在沒有錢再給你們 我老婆的舅父之前 住院好像在說每天 是500元澳子 500元澳子的火食費 你只是說住院的費用 是啊 我說500元 好像是500元的所有的火食費用 就是住院費用 每天是不夠水 那個住宿費不是火食費 他還包了火食 很棒啊 住院公費醫療 住院加吃東西這裡就不夠水 每天就 都不算那些給你醫療的 那些東西 雖然我沒有住院經驗 但是我生過兩個子女 雖然我都住過在醫院的 其實這個邏輯很簡單 你住了進去 那些開銷呢 就剛才說500元也好 900元也好 就是醫院收你的 然後有護士過來照顧你 這些東西都會包含在裡面的 但是呢 醫生出現那一刻 就是另外收錢的 因為醫生是自己 因為醫生和醫院沒有什麼關係 醫生可能每天要收一間醫院都不足為奇 他不像中間坐在醫院裡 走來走去的 因為你和醫生的關係 是你們之間的關係 就是醫生可能會有10個病人 10個病人分別在10間醫院 因為你病人的選擇 你也要住在醫院 你也要住美一點 你想省錢就住公立 醫生是為你服務的 醫生就走來走去 所以你以為病人來說 那個費用就是這樣 接著你給那些保險 其實就是幫你避免了醫院的費用 但是醫生就幫不了你了 就是自己說生孩子那裡 就是醫科醫生幫不了你 但是你醫院那裡 你剛才說500元 有些600元 有些800元 那些就是一不過 就是你有個Excess fee 看你那裡是多少錢 就是給你住10天 那你可能給幾個水 就可以住10天 但是問題呢 現在的情況就不同了 我聽我媽媽說 因為我媽媽經常上網 就是看新聞學英文 就說現在 因為這個病情 我不知道是怕那些BB感染什麼 就是如果你現在去生孩子的話 醫院都只是收留你4個小時而已 就是生完之後就搞定了 立即走 發企了拜拜 就是澳洲醫院都是很飽和的 不是飽和的 怕你感染 之前不是有那些的 助產士是檢測到的 情陽性 所以有4個BB 你也說都是有這個病的 今天最搞笑的一件事還說 我們說規定 那些救護人員不可以幫病人做CPR 比較怕糟糕 CPR CPR 不是要生肺復甦嗎 不是要咀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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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要咀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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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咀� 你在說那些急救的醫生 可能一天要嘴好多個 可能醉到阿爸 阿爸你不是嘴咬我 嘴咬完我死了 更快 阿爸說你老婆 我們這些都給你一夜過來 本身就只是呼吸棍欄 給你一夜嘴過來冷氣了 那兩天就頒發病病症 這真的不做得到阿爸